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拉拉 古装剧《庆余年》第二季一上线 热度就暴冲 在中国腾讯战内热度冲破三万 超越与凤行长相思的记录 不愧是真正的大暴剧 《庆余年》第二季找回张若云 李庆 宋毅 郭启麟等员卖人马主演 不过第二季也有不少新演员 像是取代肖战成为新人颜冰云的吴星剑 饰演花魁的王楚然都引起热议 以下《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演员搜寻热度 指数排行 套布诗 一起来看看吧 《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套布诗 金晨饰演叶灵二 《庆余年》第二季算是原版人马 但有些角色变了 像是叶灵二一决就换成金晨出演 叶灵二是林婉儿最要好的闺蜜 出生名门 练就了一生的武艺 金晨的古装扮相很美 不过一些观众认为 这个角色似乎没有非要换的必要 原来的演员表现的其实并不差 引起两集讨论 不过金晨的知名度更高 或许能为《庆余年》第二季 带来更多的话题 《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 套布九 王小辰 饰演袁梦 袁梦是《庆余年》第二季的新角色 这是个很妙的女人 袁梦是暴月楼主世 长得甜美娇俏 八面玲珑 却有着蛇蝎心肠 她很会看人脸色 拍起马屁来 脸不红气不喘 可是当老金头活生生的死在暴月楼 她眼睛都不眨 一点愧疚都没有 是个很有两面心的角色 大家都觉得王小辰诠释得很不错呢 之前王小辰多半都演过 都是剧 生活剧 热度最高的就是和张翰的 东八区的先生们 不过该剧评价很差很差 大家都没想到 王小辰在《庆余年》第二季 会这么让人眼睛一亮 演技很自然 《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 套布八 李小冉 饰演李云锐 《庆余年》第二季 长公主绝对也是个重点角色 长公主是林婉儿的亲生母亲 不过她从一开始 就反对婉儿和范贤的婚约 因为她不想失去内裤之权 所以在淡州派刺客 暗杀范贤 牛兰街刺杀也是她主使 再来就是串通北齐使者 要让范贤名誉扫地 殊不知竟意意外 促成范贤诗仙的美名 而宰相林若甫 曾说过长公主就是个疯女人 她和范贤斗志 某种程度上只是觉得有趣 不知道庆余年第二季 长公主还会使出什么招 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 她不气 宋毅饰演范若若 庆余年第二季 网友都在讨论说 张若云瘦了 郭气凌胖了 但宋毅李庆都还是一样美闹 宋毅饰演的范若若 是京都第一才女 同时还是个歌控 无条件心人范贤 庆余年第二季开头 范贤假死回京 就连范贤 陈萍萍 庆弟听到范贤死掉 因为他百分之百 相信范贤的能力 知道哥哥 不会那么轻易就死去 果然是个聪明的才女 完全被他给猜中了 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 Top6 陈道明 饰演庆弟 庆弟是庆余年的大毛略家 他从范贤还未精精 就在布局 所有人都是他的棋子 玩弄全数 操控人心 庆弟是个挺复杂的角色 平时看着和蔼可亲 关键时刻却又很冷血 但他却又不是心冷到底 庆余年第二季一开头 当庆弟得知范贤死掉时 崩溃到在皇宫里奔跑 网友都被这一幕给逗乐了 直呼这是庆弟运动量最大的一集 还从没看到过 庆弟慌成这个样子 不过庆弟也不是吃素的 他很快就识破 范贤之死有玄机 果然是大boss级的人物啊 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 Top5 吴兴健 饰演 颜冰云 庆余年第二季 吴兴健 也是讨论度很高的演员 他接替肖战出演颜冰云 颜冰云是从庆国到北齐的质子 他的另层身份就是前夫的间谍 颜冰云面若冰霜 待人冷漠 十足的冰山美男 然而却又有崇高的理想抱负 外冷内热 原著粉都称他为小颜公子 当初肖战的版本让大家印象太深刻 肖战的绝美古装加清冷气质 让小颜公子深受大家喜爱 而第二季换成五星剑出演 网友都在吐槽他的演技 观众指出 无形剑说台词时会习惯名嘴 小动作让人出戏 古装漫相不是非常亮眼 也没有演出小颜公子的高冷 不过这角色也确实吃力不讨好 肖战的原版已经太经典 第二季不管换成谁演 都很容易被放在一起对比 庆余年第二季 首播最高搜寻量演员 他不四李庆 饰演林婉儿 庆余年第一季 范贤和他的鸡腿姑娘 林婉儿爱情经过重重波折 第二季终要修成正果 不少剧迷都期待第二季 可以看到范婉CP大婚 之前也有人曝光 庆余年第二季 以此是范贤和林婉儿大婚的画面 大家都称赞李庆的大婚婚服好美 特别是超华贵的头饰 据说是范贤做的呢 庆余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Top3 王楚然 饰演桑文 庆余年第二季 新增很多演员 其中讨论度最高的就是王楚然了 第二季一开播 王楚然的演技 美貌都引起热议 直接罢评好几个热搜辞条 王楚然饰演花魁桑文 她不仅美 而且有心气 是男青的才女 过去 王楚然在清平月的古装就美成仙 这次在庆余年二也美出新高度 除了一言之 王楚然的演技也引起热议 一部分网友认为 王楚然演技尴尬 台词咬字不清 尤其庆余年二一堆实力派演员 相比之下 王楚然的演技问题就很明显 不过许多网友都觉得 王楚然很有成为流量化的前置 无论是包是扁 观众看到她具有讨论欲望 王楚然和赵露丝 余淑欣都属于95后 这个年龄段 被看好有望成为下一位95流量化 清雲年第二季首播 最高搜寻量演员 Top2高禄饰演王夫人 没想到王夫人的热度这么高 清雲年第一季 没有登场的王启年老婆 第二季终于出现了 王夫人由高禄饰演 王启年是出了名的怕老婆 王夫人一个眼神 王启年就被吓得惨兮兮 就连范县也有点惧怕王夫人呢 几人的互动超级搞笑 演员高禄之所以搜寻量那么高 除了清雲年第二季本身的热度之外 前几天高禄隐婚的话题也一起热议 很多网友都不知道她结婚了 其实高禄早就公开过自己的婚讯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如今高禄已经有了一个15岁的女儿 和妈妈一样美 而高禄在剧中也看不出年龄感 感觉王夫人和王启年在第二季应该会有很多新火花 大家都好爱看王启年被老婆训 清雲年第二季首播最高搜寻量演员 Top1张若云饰演范贤 冠军无疑就是男主角张若云啦 清雲年第二季开播后 冲破不少记录 一上线 在中国腾讯战内热度直接冲破3万 胜过与风行 长相思的首日热度记录 而张若云不仅百度搜寻量飙涨 角色指数还直接空降了多个热度 统计平台的冠军 清雲年第二季是2024巨王五五 清雲年第一季和第二季相隔五年 大家都笑说 郭麒麟胖了 而张若云瘦了 张若云自己也说 他这五年很努力在维持状态 就怕大家第二季会出戏 好在张若云外形没有走样 大家都说他状态反而更好呢 除了一上十位 还有一些角色也引起热议 像是郭麒麟饰演的范思哲 清雲年第二季一开头 范思哲就给了大家一个大惊喜 或者说是大惊吓 不少王宇热议郭麒麟 比起五年前好像胖了一点点 但还是一样 是个可爱的活宝 再来就是毛小彤 饰演的北齐大公主 她将和男亲大皇子正着联姻 网友都称赞毛小彤的古装 美得让人眼睛一亮 而且这个角色很可爱 有一点小受控 她说她很早就认识范贤 还偷偷看到范贤和海棠多多 偷偷做噓噓的事 毛小彤把这个角色演得好萌 而且确实美 网友也称赞毛小彤的原生台词 中气十足 土字清晰 演技基本功真的好 好了 看完以上 七月年第二季首播最高搜寻量演员 他不是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